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团物区 能见度应该在30米左右了 收费站消失在浓雾中 不止红绿灯看不见 连行人过马路也得左顾右盼 避免发生危险 由于冷空气退场 暖湿气流活药 上海发布大雾黄色预警 许多人一早醒来 发现自己陷入无礼物中 就是看出去就白茫茫的一片 从家里出发 就一路上面 就是视线很不清楚 有一种蒙开的感觉 高速公路能见度低于200到500米 警车警示灯不断闪烁 提醒车主保持安全距离 中国大陆冬季最强寒潮 前脚才刚离开 河北 山东 江苏 安徽等地 就迎来今年秋冬季 时间最长也最强的雾霾天 而陕西西安则启动重污染 天气红色预警 幼儿园小学初中弹性停课 停止大型户外活动 车辆单双号限制通行 鼓励民众多达大众运输 西安地铁 近日启动了重污染天气 一级已经响应 然后西安地铁的一个整体客流 近日也是稳中有声 及时地加开了一个备运列车 来缓解客流压力 大陆15个省份都难逃这波雾霾侵袭 专家分析当冷空气南下 会导致风力增强 吹散悬浮物 不过暖空气让大气环境相对稳定 风力微弱 堆积的污染物难以扩散 进而强化雾霾现象 预计今后三天在华北中南部 黄淮中西部 焚味平原等地的大气扩散条件会转差 有氢至中度霾 特别是天津 河北中南部 山东西部 河南北部等地 可能还会有中度霾 迹象局预测 30号下午又有一波冷空气报道 元旦假期前后 东北局部地区又将大雪纷飞 但大气扩散条件改善 雾霾现象渴望趋缓 TV本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要问观众朋友 有没有玩网络游戏或是手游呢 因为其实这个市场是非常惊人的 像是在去年全球32亿的玩家 游戏市场就创造了6.2兆的收入 而且预计今年还会再增加 但是现在中国看起来好像要反其道而行 所以今天中午观察 我们也邀请到特派记者运文 来到现场帮我们进行分析 运文好 师姨好 大家好 晚安 好 运文我们想要请教 这个游戏市场看起来 它其实是非常庞大 但现在中国大陆 他们从2021年在打压科技业之后 现在是不是打算 着手要来整顿所谓的网路游戏业呢 对 因为其实现在的北京 他们认为就是说 这个网路科技业是一个虚无缥缈的 金流活动 他们认为这个晶片产业制造 它所谓的实体经济 它是正好比较恰当的经济活动的 所以他们一直在针对网路科技业 在进行相关的打压 我们看到其实他们在前年 就针对网路的手游 去规范未成年的玩手游的时间的区段 已经进行了 但现在要推个新的草莓上 针对到成年人的玩网路游戏的消费的一些行为 那有哪些内容呢 我们就来看到是主要呢 是在针对说禁止一些诱导性的奖励 就是不能够设置你登陆的次数的一些奖励次数 以及呢首次的储值跟连续储值的奖励之外 也不能够就是有就是在游戏当中设置强 强制的对战那些规则 甚至说对于这个储值的最高金额都有设定上限 所以这样子做的话如果真的实施的话 对于游戏公司的营收一定会受到影响了 所以就来看到消息一出之后 当天啊这个网路游戏类股纷纷下挫之外 这龙头的腾讯下挫了百分之12.35% 以及呢网易跌了百分之24.6% 我们看到其实说呢这个光是腾讯加网易这两个大龙头呢 就蒸发掉了市值是台币2.2兆之多 以及呢光是这个就是腾讯矿股 他们当天就蒸发掉了3000多亿人民币 这相当于是一个小米的市值非常的惊人 所以这位名人呢就是官媒的前总编胡锡进就说 他们的A股啊路股才刚刚有点回暖之后呢 就被泼了冷水了 他觉得在抱怨这个草案推出来 但是这篇po文现在已经他已经删文了 不过我们看到是因为引发很多争议之后呢 这个所谓推草案的单位就是这个 他们的国家新闻的出版署 就说这是个意见稿 征求各方意见之后来做相关的修正 但是通常呢 他们立法前就有个所谓的意见稿推出来之后呢 就是一个过水的形式而已 所以通常最后立法的成果的内容 跟这个草案是差不多的 所以其实就是基本上来说 应该可能大概就是这样了 应该可能不久之后就会看到正式立法了吧 是像这个鱼鱼他就说 他觉得这个真的是管太多了 然后Debit6也说过于不及都不好 因为像刚刚你说要限制储蓄的金额的话 这的确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而且他们这管是成年人 你一般成年人的消费行为 为什么要被国家来管控呢 是的确就像观众朋友说 这感觉好像真的是管太多了 但是因为其实中国大陆除了这件事之外 他们其实还有很多更需要操心的课题 有像是我们来看到说 中国大陆的青年失业率是不断的提高 甚至他们在今年8月干脆直接不公布了 但是当然这个不公布不表示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嘛 所以我们想要请教运文嘛 因为中国大陆的青年失业率好像真的还蛮严重 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他们青年的心理状态呢 可能对一些比较会有忧郁的状况发生之外 就对于整个社会稳定会有一定的一些危害的情形出现的 我们就先来看到说这位专家是上海的 就是上海财大校长就说到 他们现在这个青年的失业率状况啊 可能会持续到十年之久 不过这个短期的问题 所以呢换言之 中国每一年上千万的大学毕业生 你毕业级失业会成为一个常态状况 所以现在有个词叫做是呢 45度青年为什么 我们就看到是他们说 零度啊是躺平 我完全放弃不想竞争了 就是摆烂了这样的状态 那45度呢就是在于竞争跟躺平之间 不断的反复的在找这个立足点 想要找的求生的一个落脚的地方 然后呢90度就是非常的内卷的 过于竞争的一群人了 那这个45度青年是最多的族群 为什么他们是属于呢 比较中间的阶层 很多是白领状况之下 那他们可能会有欲望 欲望变动很快 但是机会不平均 所以压力很大 可能会容易的疲惫 忧郁症 都会因此而出现的 所以这样看到是他们中国的 科学院公布的心理报告指出说 这忧郁风险呢 18到24岁的忧郁风险 竟然是有高达了将近有四分之一 24%是非常高的一个警讯 以及呢25岁到34岁 也高到的是12.3% 也是高于整个35岁以上的 个年龄区段 所以看出来他们青年可能忧郁风险 其实蛮严重的之外 就是他们的疾控中心也公布的是 他们青年的轻生死亡率 这个数字也还蛮惊人的 就是呢他们15到24岁的这个 轻生死亡率年增幅是达到 19.6%有将近到两成的轻生死亡率 所以看出来这些忧郁啊轻生啊数据 可能都跟这个失业率是有联动关系的 的确如果毕业及失业对于青年来说 这真的会觉得前途一片茫然 一片茫然然后不知道前景该怎么办 这样子是没错 这真的也是中国大陆目前所遇到的 蛮大的课题急需解决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运吻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帮我们进行分析谢谢运吻 谢谢欣盈谢谢大家 好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中国大陆 青年失业率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讲到的是中国大陆经济疲软 那现在呢各地都传出了欠薪的问题 像是在四川就有医护他们用激烈的手段来抗议 希望可以拿到自己该拿的薪水 而同时呢中国的学者也指出了 有超过9亿的人他们的薪水收入呢 是低于9000台币的 但是这个文章才刚发出没有多久就被删除了 数十名穿着白衫的医护人员 危险的坐在四楼窗边 引起周遭民众围观 这是中国大陆四川穗宁市中医院 传出医护的激烈行动是为了讨薪水 警方在楼下拉起警戒线 消防员到场张开救生器垫 以防发生危险 第一时间官方向陆媒承认是欠薪问题 但是涉事医院却否认欠薪说法 还说院方没有拖欠薪水 引发网友讥讽 难道医护坐窗边是要擦玻璃吗 后来当年卫健委也改口称 医护是对管理权限划分有意义 我伟介入并充分沟通后 相关医护人员均已回到各自岗位 下一步我伟将进一步充分收集 相关医护人员的意见和建议 在中国大陆不只传出医院拖欠薪水 工厂也不例外 广东东莞的五金厂上百名工人 以及工艺商绝望地站在顶楼抗议 因为不满工厂老板拖欠他们薪水跟贷款 还捐款跑路 那个老板跑路 然后员工工资发不了 今年以来中国大陆失业率攀升 各行业旅船欠薪等负面消息 现在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李迅雷 指出中国目前多达9.64亿人 月收入低于2000人民币 也就是不到9000台币 消息一出登上微博热搜 但是随后被删文下架 因为北京当局不允许畅衰经济 TVBH用传教宝陈永文综合报道 好我们刚刚讲到中国大陆在控管网路游戏 那么像是威廉学他就说斗内主播是比网路游戏还要好玩的 所以我们要先谢谢这个观众朋友G-COP新颖后援会的会长 斗内给我们150元 他说威廉学讲的没错 他都玩一个游戏叫做TVBS的网路游戏 他说里面的主播很kawaii 那我们也谢谢会长的支持 谢谢你的斗内 好了我们来关心的是天团5月天先前的假唱的风波 现在呢有感觉还在持续的延烧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路透社现在就报道 一次中国大陆要求5月天他们发表亲中的言论 很可能是想要借此来介入我们2024的选举 而对此民进党国民党民众党都谴责这样子的行为 5月天所属的相信音乐呢 他们只有低调的表示说还在了解当中 副歌一下超强感染力总能串起大家回应 天团5月天天人般的行程巡演两岸飞不停 怎料这个月爆发假唱疑云事情还在查 至少又有新麻烦找上门 28号中午外媒路透社 以中国大陆向台湾知名乐团施压为题 长篇大论震惊各界 提到有多名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大陆广电总局向5月天要求 必须公开表示支持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说法 而其他官员也说如果5月天不配合 这项政治服务就很可能要付出代价 会这么做就是因为后续效应 可能会影响台湾年轻人选票 不过传5月天并没有答应 广电总局国台办至今也没有证实 每每talking都带来正能量和鼓励 相信音乐低调表示 还不清楚这件事要再花时间了解 如果对安这么做 真的是为了介入选举 前后跳出来回应此事 再度彰显对安已经不择手段 全力企图影响我们的总统 及立委选举的投票行为 中国大陆不应该逼音乐人 对政治立场表态 如果音乐受到了政治的干扰 相信歌迷不会认同 更会严重伤害台湾人民的情感 因此我们要谴责中国政府 试图干预台湾的选举 此举无疑于两岸关系的交流 认为音乐应该回归纯粹 不该与政治混为一谈 而目前五月天也要预计 从31号起登上台中演唱会的舞台 号召12万名粉丝 作为天团确实有影响力 但如果被有心人士利用 那么做音乐何其无辜 第一位讯息 下面下面却调不到 中国大陆在今年非常频繁的 发射火箭卫星 但是火箭残骸掉落的状况 也频频的传出 像是在广西这里呢 已经连续两起火箭的推进器坠落 而且烧毁的意外 当地的政府就说 如果因为这样造成民众的财产损失 会全部负责 中国大陆27号发射第四颗气象卫星 2023年将结束官方宣传 今年太空发射次数将近70次 创下中国太空新里程碑 但是火箭卫星发射频繁的同时 天降横祸也变多了 不明物体冒着烟从空中坠落后 爆炸燃烧 当地政府证实 掉落的是火箭推进器的残骸 落在广西市坠毁处 离民宅电线非常接近 广西地方政府称 火箭发射前都会公告村民 不过这已经不是头一周 广西地区已经发生了两起 卫星火箭发射残骸 从空中坠落烧毁的事件 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安全 带来不确定因素 不只天外飞来横祸 地上也有意外 黑夜中二广高速公路内蒙古段 发生大面积塌陷 造成四辆车坠落 酿成三人丧命四人轻伤 为何高速公路出现坑洞 官方称还在调查中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7点到9点 由新华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主播中文化主播中文化